用了之后就觉得,我靠,太难受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雨谦 今天终于要来聊一个我很想要聊的话题,那就是防晒 我是那种一年四季都会做好防晒 但是到了夏天我就更加严重 就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那种 夏天的周末我是那种昼服夜出汁 在晚上出门,白天基本上不出门的那种人 所以想要知道我夏天有哪些防晒装备的话 那就接着看下去吧 很多博主都会来推荐防晒霜 但是我今天不要来跟你推荐防晒霜 我给你推荐硬防晒的东西 我上班都是骑自行车 然后骑自行车就打不了伞嘛 那打不了伞的话我就买了一堆硬防晒的东西 我的这些硬防晒就是虽然丑 但是它非常非常的实用 到底长什么样呢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我的硬防晒 我就一一来给大家拆截了 首先把这个口罩截了太难说了 这个口罩是UV100的这个牌子的口罩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你没必要一定要买什么UV100之类的这一类的牌子 我觉得其实普通的口罩它能够就是cover到你这两边其实就够了 淘宝上面应该有很多类似的这种东西啊 这样子戴着长一截感觉好像也不是不错啊这样子 好然后这个口罩它有一个比较好就是它戴起来不会很乐 它不是那种就是你冬天的时候那个PM2.5那种口罩它有点乐嘛 但是它不会因为我脸比较大嘛 所以如果你脸肯定比我小 那你肯定就是更能够cover掉这两边 所以就还挺好的 为什么要戴着墨镜讲呢 我先先把墨镜摘了 好 讲这个墨镜 这个墨镜是我去年买的吧 就是gentle monster 觉得这款很好 其实我不是很在意就是时不时尚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是真的要追时尚的话 就不应该 就现在就完全戴不了这种大的墨镜 你只能戴那种很细的墨镜 那种墨镜的话完全防不了晒 防晒很好 是因为它能够cover的面积很大 然后再加上它的镜片的颜色比较深 我之前有另外一款墨镜 就是那款在外面的时候 我仍然会觉得有一点刺眼 但是这个就完全不会 所以我觉得这款就是比较好 刚刚也可以看到 我如果戴了口罩 然后戴了帽子 然后再戴一个墨镜的时候 就是整张脸是真的完全是没有 任何死角露出来的 还有这款帽子 这款帽子就是它上面本来还有个顶 但是它是可拆卸的 我觉得太热 所以就把它拆了 但是其实按道理来说 就是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 这个很好 是因为我觉得它骑车的时候 很好 就是它的帽颜还蛮硬的 然后完全不会就是掀起来 然后再加上带的时候 它是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也会遮掉 然后这边也会遮掉 就是它遮的面积还比较大 再加上它有一个绳 就是骑车的时候 完全不用担心 它会掀起来这种状况 再加上就是这个袖套 我上班的时候 肯定都不会穿成这个样子 上班的时候都是穿短袖 所以再加个袖套 其实就差不多 有的时候如果袖套洗了 我就会再穿一件针织衫的这个装备 就是这里 然后再这样后面是确实没有遮掉的 所以我现在又在淘宝上买了另外一款 就是完全可以cover掉这里前面 整个超级难看 所以我觉得夏天防晒真的没有办法 就是在意好不好看 美观这件事情 只要不要被晒到就好 讲完了一防晒 我就要讲防晒霜 一年应该用好多好多 我已经我都没有数过 就是反正冬天也都在用的 然后冬天的时候有 我当时自己有发现一款非常好用的防晒霜 是Ultra Sun的 它是Face 然后30加 这个是50加 那个时候觉得哇 就是非常哑光 然后有一点点泛白 有一定的修饰肤色的作用 就觉得特别好用 然后到了天气 有一点点开始热的时候就买了这款 50加的SPF50的这款 然后用了之后就觉得 我靠 超级无敌难用 搓泥搓到死的那种 但是秉着就不浪费的一个心态呢 我毅然决然的还是把它涂身上 然后就是消化完了 所以想要说的就是 Ultra Sun的防晒虽然很好 但是它的使用感真的是很不好 最近在用了一个防晒 就是性价比特别高的 欧莱雅的这款 欧莱雅的Perfect City Resist 这款防晒应该是泰国代购最便宜 但是好像到处都缺货很难买 我一次基本上就是 我就囤了三瓶 然后现在已经开到第二瓶了 这瓶已经又完了 除了欧莱雅那款防晒呢 每年夏天我都会买一款防晒 那就是安耐晒 这个是我之前让我朋友在日本的时候买的 然后他这个买的是安耐晒的精品新款 就是瓶盖上面是蓝色的 这个就是新款 我已经开始用乳液的精品了 觉得非常非常好用 因为我每年夏天都会就是买安耐晒嘛 今年发现觉得就是比起去年来说 这个使用感真的是已经提升了很多 首先它不会泛白 它是乳液状的 是白色的乳液状的 但是它不会泛白 对后续的上妆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也不会搓泥 如果你在空调房里面 它也不会反干 就是我这两边因为比较容易干嘛 它可能唯一的一个缺点 就相比于刚刚欧莱雅的那款来说的话 就是沉膜稍微慢一点点 但是也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涂上去之后 可能要稍微等一点点时间 然后它才会慢慢吸收 刚刚几个都是脸部防晒 然后夏天我肯定还会用身体的防晒 我现在用的就是欧莱雅的这款防晒霜 它是SPF10 然后PA三个加 其实我对身体防晒没有太多要求了 就是便宜大碗就好了 然后它很好吸收 就很细很细 就一涂上去然后就吸收了 因为你上班的时候就赶时间嘛 你会等着等它慢慢就是吸收掉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还可以 然后再加上它也比较便宜 量也很大 所以我觉得就还挺推荐的 讲完了硬防晒 讲完了防晒霜 那我下面要讲一个就是 可能有一点点争议性的东西 就是内服防晒 一个是Eastin 一个是Heliocure 这个我是在几年前的时候看到K大推荐 然后就是每年夏天都会买来吃 这款的话我就是 比如说要出去曝晒 要去户外曝晒的时候 我就会提前吃一颗 这款是我可能每年的夏天 从六月份会开始吃一颗 就每天吃一颗 它是就是抗氧化 但是我就是之前有看到 关于这个防晒 内服防晒有一定的争议性 那说实话 我并不知道到底是谁对谁错了 我自己的感受是 每年出去旅游的时候 我都会吃这个内服防晒 是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这个的作用 然后我每年出去 夏天的时候出去旅游 但是回来之后都不会黑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内服防晒的原因呢 还是我就是防晒双涂的好 那最后要讲一下 就是有些人可能是天生黑 像他这样子 有些人是天生白 我自己也不是天生白的那种人 就是也是以前很黑 然后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慢慢美白 这个可以之后再详细讲整个过程 防晒不是一个美白的一个事情 它是一个光老化的事情 所以你要防晒的量要擦够 然后要补防晒 补防晒的东西 我今年还没有买 我前几年都会买那种防晒散粉 就好像粉一样那样铺上去 然后就可以起到补防晒的一个作用 非常方便 也不会弄夸张 我个人不太建议用喷雾 因为喷雾直接对着脸的话 其实对呼吸道不是很好 而且用喷雾的话 建议是喷在手上面 然后再从手上面去补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结束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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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